马上7月23号就是这个东京奥运会了 我们今天就做一期视频来推荐一下 在东京奥运会会出场的中国帅哥拳手 没错就是非常没有营养的一期 单纯的推荐帅哥的视频 我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位是这个炎子贝 1995年10月12日出生在这个湖北襄阳市 是这个男子50米和100米的男子蛙蛹的亚洲记录保时者 他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有一点小兔牙的男生 脸型非常的小 笑起来又很好看 他基本上就没怎么留过很长的头发 你可以看到他平时的照片会有很多首饰 叫的时候又是露着牙银的 恭喜紫外 又刷新了亚洲记录 终于没有在学猜中掉链子 动态很帅 开心的来 兴奋的比快的回去 我觉得我今天做到了 我不知道好好训练 不好好抓体能 我靠什么比赛 靠我这张脸吗 太简单了吧 对我觉得他可以靠脸比赛 这边有一段那个炎子贝给叶诗文唱那个倒香的视频 好可爱啊 跌倒了 就不敢继续往前走 好听的比我想的要好听的 好听的好听的好听的 第二位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帅哥运动员陈爱森 是1995年10月22日出生在广东广州的又是天平座 我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天平座帅哥真的是最多的了 在上一次李约奥运会的时候他就已经获得了男子双人十米台和男子单人十米台的跳水冠军 陈爱森这边我非常多的都是他在这个跳水比赛时候的照片了 整个人就是穿着泳裤的时候气质都不一样了 这个感觉也就只有我一半脸那么大 或许一年也知道你经历了很多就是不太容易的地方 现在回想起来哪一段时期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呢 他是娃娃脸吗 就不显然脸 那接下来看一个陈爱森在接受杂志拍摄的时候花絮食品 在跟大家打招呼 可爱 哈喽 哈喽 我这边还调查到陈爱森平时非常喜欢 它变魔术而念力操作 念力 把它弄弯 已经是弯掉一点点的对吧 是吧 我们就来看一个陈爱森锻炼腹肌的视频 我一直以为说像这些非常瘦的帅哥都是不用再去做腹肌练习的 其实人家平时还是每天去做腹肌练习的 那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腹肌吗 给很大的朋友们看一下 我可以展示一下 不要 只有6块吧 只有6块 8块是没有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位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帅哥运动员 是这个我的北京老乡肖若腾 是1996年1月30号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回族的小哥 也是现在这个中国体操队的男子队的队长 我先找到了他小的时候的一些比赛的照片 你看他其实没怎么变样子 特别的可爱 我发现这些奥运选手都非常喜欢笔心 他是属于那种长相比较清冷的帅哥 马龙其实也是那个类型的 单眼皮 接下来是他拍的一些杂志的照片 我觉得他挺适合拍杂志映照 整个的面部线条非常的硬朗 今天我真的找的不管是这个跳水运动员 游泳运动员还是体操运动员 肌肉线条都非常的好 这不比现在的这些当红的什么选秀明星啊 练习生啊好吗 这个多帅啊 特别像我上学的时候会出现的那种班里的北京同学 他还挺北京人的感觉 挺帅的 这边有一张正装的照片 你发现现在这些运动员的脑回路和咱们都不一样 这次东京奥运会肖瑶腾会参加的是这个男子体操的团体赛 那在这边咱们大家一起祝福今年这个男子体操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最后一位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帅哥 就是现在曝光量非常大 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是帅哥的选手 他就是中国游泳队的汪顺 汪顺是1994年2月11号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双鱼座 刚才肖瑶腾也是双鱼座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了两个天秤座两个双鱼座 这两个星座出帅哥 今年在东郊运会会参加这个400米混合泳的比赛 我这个这个大长腿 虽然虽然我没有调查他的身高 但我觉得应该1米9了 这真的是非常帅了 而且我觉得他有点明星像 他有点像许光汉 这张是他拿着一个小裙子 我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喜欢恶搞和幽默的一个帅哥 那和咱们这个中国其他的游泳选手一样 他只要不穿这个衣服 露肌肉的话就会非常的帅 我们可以看到他各种各样颜色的泳裤 那这条是绿色的 你看这个姿势 如果是我他就不会好看 你看他跑步的照片 这个跑步的运动裤好短 今天的吗 哇哦 哇哦 这个记者可以啊 这个记者懂大家想看什么 哇哦 自己经历了 没有因为我比赛都在后四边嘛 好帅好帅 然后好的 没有机会 有一种沉浸式VR的感觉 就应该拍这种竖屏的 横屏就只能拉到肩膀 接下来一个视频是他自嗨的 这身材比例绝了 他这样子真的 就证明他平时训练很刻苦 感觉是憨憨帅哥 那很感谢这些运动员 然后为国争光 然后还长得这么帅 有很多像我一样肤浅的人 其实如果说拳手员之高的话 就会去观看这些比赛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发在网络上的这个吃柠檬挑战 我这个都已经晒黑了 帅哥真的都没有偶像包袱 可爱的可爱的 帅的啊 汪顺很帅 我们今天的四位征战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帅哥拳手 就介绍完毕了 大家觉得哪一个最帅呢 有很多运动员来说 他们的运动生涯真的是很短暂的 然后这次奥运会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所以还是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他们 希望咱们国家的这些奥运剑儿 可以为国争光获得很好的成绩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先这样 欢迎大家在评论转发里边 多安利一下你们觉得这次奥运会最帅的拳手 大家拜拜